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们 今年6月22日至26日 天主教第十届世界家庭会议将在罗马举行 教宗方济阁从去年就为此大会选好的主题 家庭之爱 圣昭与成圣之路 可见教会对家庭的重视 为了配合世界家庭会议 我们嘉义教区有几对模范夫妻 为我们分享了有关家庭的两个重要议题 主题一 在婚姻生活中最大的困难和挑战 主题二 教会服务与家庭生活的平衡 非常感谢他们以自己实际的家庭生活经历 真诚而慷慨地与我们大家分享 他们分享的故事及经验 提醒我们每位教有深思 愿天主降婚你们 恩赐你们所需要的恩宠恩惠 善度你们的婚姻家庭生活 见证天主的慈悲和原爱 主题二 教会服务与家庭生活的平衡 来谈到家庭的服务与家庭生活的平衡 尤其是以我们家庭为例 我们是一个白仇齐家 让上有老人下有小孩要养育 一切也要努力辛苦的为经济来打拼 那要再播出为教会服务 这些会让人很疲累 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也论知 耶稣常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温水我就要弃解自己 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温水我 而且我们的信仰也一再地提醒我们 你们要潜心潜意潜沿的爱上主 你们的天主 所以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论知 我们知道天主的事也不能放弃 也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天主的家庭也会因为相继的时间比较少 而导致有一些挣扎冲突甚至铺泣 那但是靠 那加给我们力量的那一位 常常说我们能够度过这些状况 所以我们这个走过了三十几年 这样一个教会的服务归家庭的生活 一切呢让我们感受到 都是没有天主 我们真的走不过去 有天主的同在 我们是观观难过观观过了 那我们回走一看 其实呢天主的祝福是满满的 的确我们都是在瓦器中 保存这个信仰的宝贝 当风腾他被圣神的爱燃烧的时候 我仿佛看见了他的灵魂 正在热恋 我也明白 这是天父透过环境 要来调整锻炼我软磨的心智 当生活无力思绪烦乱 睡不着觉的时候 我会花时间 花个一二十分钟在主的面前安静 我明白 只有同心才能同行 使而复活 他有能力的主 他是我们的中心 也是我们婚姻中 共同需要注视的目标 所以呢 男主外 女主内 是我们生活的模式 我必须要照顾原生家庭的父母 还有智障的大哥 和我们三个孩子 一切所有大大小小的所事 也参与了一些教会的服务 我发现 努力做好当下应做的事 一天的苦 一天瘦 我就不再多想跟操心 当然 身体是软弱的 当我疲累的时候 我会找圣母妈妈帮我看顾 保护我们家里面的老弱 残障和幼小的家人 我也心存盼望 忍耐着被主修剪的过程 我每天晚上 或是早晨 我都会念奉献颂 来弥补我自己爱的不足 当我的心平安了 我的日子 也就比较平衡了 在婚姻生活中 能够兼顾主的事工 这是与主同行的美好经验 更能够经历到 丰富生命的精彩 感谢天主的拣选跟陪伴 打造我们的家 凡我们所做的 都是天主为我们所成就的 感谢赞美天主 感谢赞美天主 我是西楼天主堂的教友 感谢天主 我们家庭从祖父母开始 就接受了天主教的信仰 到今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 我从小就在家 宗教气温非常容易的家庭中来长大 对信仰的坚持是毫无疑问的 同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深深的体会家庭对信仰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的大 信仰一定要让他从小慢慢的闸分 这样在人生的里程当中 就算遇到什么挫折考验 也不会迷失丢掉了信仰 特别是你想要出来为教会服务的时候 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是非常困难的 我个人在最近20年当中 几乎全身投入教会的服务的工作 为了让家人了解教会服务工作的价值 同时也让这种精神能够代代的传承 我经常会把我在教会当中 承办的事务或者筹办的活动 让家人来参与意见 让他们有参与感 继而支持我实际为教会服务的事工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家庭是教会的最重要的基石 我们美味教友 我们都应该重视家庭的经营 如此我们的信仰才能够传承下去 教会才能够治愈的发展 请问实弟兄你在教会服务跟家庭生活的平衡 能不能分享你这方面的经验 我首先要讲一下就是说 因为我是父母亲 就是天主教的信徒 然后兄弟姐妹也几个有在进堂的教友 我很幸运就是我太太她愿意就是说 领洗进教会以后我们才结婚 所以说之后的我们的行动来讲 教会就教会的一些活动 甚至于是两人一起参加 这个问题就小很多了 当然我们在教会的时间 年轻的时候一般来讲都是介入比较少 就是人家所谓的主日教友 就是参加完主日以后 那就回来过自己家庭生活 然后也是慢慢的这个日积月累的这个这个 教会生活以后参加主日泥沙又猜 慢慢去影响自己的生活 就是你活出信仰在周遭的环境 包括比如说职场啊 或者家庭里面可以把教会的这个训导 能够活出来那也是逐渐的 然后当然是月到中年以后三十四岁 工作比较稳定了 那夫妻两个 虽然是双性家庭 不过也都能够在教会里面 慢慢慢慢就是开始会有熟悉一些教友朋友 然后在泥沙以后能够一些教友的聚会 甚至于是跟神父一起出去探访教友啊 那些活动慢慢服务的活动慢慢就增加起来 那当然你会想说那这样会不会影响我们陪小孩子去玩啊 或是跟其他的亲友来往的时间 那事实上我觉得到最后是发现到小孩子 就是因为到假日是父母亲全程陪伴他们进教堂 进圣堂 所以说他们反而对他们记忆里面就是 教会是他们快乐的日子 这个都是一个很好正向结果 那不太会影响到就是说 那你没有带小孩子去玩 因为其他时间还可以 假日的时候比较少 的确是比较少 甚至于拜访兄弟姐妹啊 看爸妈 那些时间会稍微少一点 但是事实上 父母亲能够体调我们在外面比较独立 那 当然到最后在职场上来讲 职场就是家庭的部分 事实上有教会生活化 对 如果说万一你不是事业那么发达的时候 有教会的教友陪伴 也是让你在身心灵上得到一个平衡 然后回到家里家庭里面的时候 因为一个教会的一个陪伴 教友的陪伴 神父神职人员的陪伴 所以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 在职场上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很顺利 但是那个缺口就是教友帮我们来补足了 然后我们不会觉得很失落感 然后回到家里也不会那么悲观 大家心情也不会太差 所以教会 反正对家庭来讲 我觉得 在我们这个家庭是运气很好 两个人都有进教 小孩子也都领袭 然后我觉得教会对我们的家庭帮助 是真的是要感谢天主 就是也感谢各个这个教会里面的成员 我们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以上是我的心得 谢谢大家收听